三彎 三彎代表 水果是非常出名的 水梨 水梨是非常的甜的 那剛才有講到了 屬於米莎的專輯 如果大家聽得懂的 或是看字幕的話 會發現到 行啊 走啊 路啊 這是幾個很重要的元素 對不對 在你的創作 甚至專輯的名稱 來跟他介紹一下喔 去年他們做好的這張專輯 叫做 才路上 才路上 就是在路上的意思 是你看到了一些人事的風景嗎 和你的旅途有關嗎 你的旅行有關嗎 有關 因為我離家很早 我大概15歲 念高中的年紀 就離開家人 那高中到了台北大學之後 去了台南 那中間有一年多在台東 那一直到目前 我都住在台南 喔 對 然後這十幾年來 覺得自己一個在路上的心情 看到的風景 跟事物 聽到的故事 嗯 像剛剛那一首 要講 講的就是一個 跨越50年的一個家族移動的故事 新竹關係的一位客家人 一位文文先生 他遷徙到台東的 資本 一開始去資本 那過50幾年的時候 後來他又去了路野 然後現在在那個台九線 滿山遍野的那個茶園 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他們叫做台東茶葉之父 是 什麼時候開始會想要創作客家歌 要來唱我們的客家的歌謠呢 大概是八九年前吧 那個時候因為 還在大學的時候 跟幾個同學組了一個迷藥團 那我們一開始都在唱一些西洋老歌 Country Roll Take Me Home 轉到那個客家歌 這個很不同的一個範圍耶 因為大力不轉變 我們不想要再做漂亮的歌曲 所以就想說我們每個人 回去自己寫歌好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寫的第一首歌 其實是華語 但是寫的那個歌我找不到自己的樣貌 找不到自己的聲音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 那個大學裡面有明歌賽 我在創作組裡面聽到一位學長 唱了他用明來的 他自己的母語寫的歌曲 我想說母語也許可以唱 是 小時候講歌語嘛 所以就用歌語寫了第一首歌 很意外的找到自己的聲音 所以緣分很奇妙 可能以往我們是在家裡跟 年紀奶奶跟父母在講客家話 但是現在呢 隨著你的 蔡如鴻 對不對 這樣子的一個全新的專輯 也讓你有入圍的精緒獎 這真是一個很妙的緣分 在音樂創作的歷程當中 今天一定要唱這首 專輯的同名單曲 對不對 一起來感受一下 對你來說 可能整個人生的創作音樂歷程 有一個很大轉變的 來 整個歌名以及專輯名稱 再告訴我名字囉 好 歌名跟專輯名都叫做 蔡如鴻 就是在路上的一次 好 好 ミサ ミサ 謝謝 謝謝